本地一名女子近日通过社交媒体放话 要在沙巴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引起了执法当局的关注 全国警察总长纳都斯里阿克里沙尼 今天透露 当局已经鉴定 这名女子涉及一个名叫 最后梦想路途的宗教异端团体 警方已经展开调查行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不在这种事与那里 我们是在这种事与好 我们最后梦想路途的 所以我们有医院的方案 有医院的方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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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件事与医院的方案 我们不肯定 我们不去修正的方案 我们不在乎 我们不在乱 它不在乱 不在乱 的热炸和屏幕 阿克里沙尼今天在亚币见证沙巴警察总监 职务交集仪式后向媒体透露 警方准备传召涉案人士入查 目前正密切监督涉案团体偏离教义的动向 确保不会引发民众焦虑 社交媒体近来流传一名自称是西达阿努的女子 在社交媒体宣扬偏离伊斯兰教的教义 还放话说要在沙巴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初步调查显示 目前沙巴境内并没有发现最后梦想路途的追随者 这个异端组织的信徒主要是聚集在西马半岛